做准备 穿上黄背心前进校园 副总统赖清德不仅关注儿童交通安全 对于年底攸关年轻人公民权的投票年龄 下修18岁收线复决案 他更是全力宣传 台湾艇年轻18岁公民权投同意 赖清德显眼广告看板 就在国道1号云林南下路段 另外台南北上方向以及桃园国道2号都各有一面 国道广告在28号挂上去原因是这场活动 收拿965万张同意票文宣 赖清德跟年轻学子排排站 9月初透过立委洪生汉牵线跟学生代表会谈 同学期待赖清德发挥影响力 让高门坎的收线复决案顺利过关 他一开始马上就答应我们说 就从9月份以后的各个候选 如果找他去宣讲或是造势 他一定会播出时间来讲18岁公民权 不愿意找我进去听见我的声音 然后并且就是实质的做 我就觉得非常感动 赖清德不仅马上答应 跟透过自己刚成立的新来台湾运景协会 挂起国道看板 也在辅选拉台公民权 以及安排接奖 选动做到展现力挺决心 说到做到 不是只是嘴炮而已 其实可以交流 他们怎么样子来跟年轻人推动 18岁公民权 那赖福希望多帮忙在年长者 赖清德不仅推广18岁公民权 更是年底选战民进党超强母鸡 从9月开始已经到新北桃源台中彰化等地拉台选情 本周末将安排南投台北新竹彰化台中辅选造势 大力拉台中台湾选情 下周也将前进花东 赖清德全国跑透透到选前周末辅选行程 早已满党 复选行程是很抢手 然后被排了很多 看起来复选王就是往很有挑战的地方去 透过强地复选展现动能 也被外界解读 是在为2024总统大选累积政治能量 年底选举似乎也成了赖清德角逐大卫的前哨战 三天新闻林海军有一本 SNC小组台北报道